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升浪16年2月到现在 16年10月23日到现在 升浪将全香港港股分了五个组别 按市值排列 第五个组别是最大的市值 第1个组别是最小的市值 你看到在两个不同的时段 恒生指数的表现 所有股份里面的成分股的平均中位数表现 你看到其实越大市值的表现就越好 越小市值的表现就越差 在两个不同的时段都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你看回我们的大市上升股份比例 其实好几个月都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市不量的指数是怎样升呢 其实你看到上升股份比例 很多时候都是五十几 最多六十几左右 很多时候都很少会出现很大的上升股份比例 甚至乎间中会出现指数升 上升股份比例少了一半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的情况就是 那个市场就很集中在一些大市值的强势股 所以那个减股的策略 我觉得依然依照这个方向会比较好一些 到底什么是强势股呢 即准则的条件是怎样的呢 我们做过一个回忆测试 我们做过一个强势股策略 简单来说就是拿恒生倉指数 大概五百只指数成份股 我们会在一个季度检讨 看过去12个月表现最高最好的股份 会三个做一次组合重整 去选择一些强势股出来 我们看到在过去11年表现其实很好 11年里面其实有视乎止蚀的情况 我们有两个组合 你会看到那个两个组合 11年里面有7年和8年跑赢过盈富基金 如果看回报率 其实你看到过去这11年平均是13.6% 或者是17.2% 同期的盈富基金只不过只有6.6% 所以很明显得你见到强势股策略 就算不是现在最近市况 在以往的表现其实都是OK 强势股真的很厉害 如果第二季算 那些强势股的表现你不理想呢 上一季我们刚刚结束了 上一季的股份就是这10个 如果我们看回表现 你会看到其实视乎投资组合2或3 你会看到不同的止蚀机制之下 你会看到组合3的回报是8.5% 组合2是17.1% 两个虽然有差距 因为有些止蚀比较窄 中间的波幅大可以出格了止蚀 所以有些组合3的表现相对比较差 但你会看到其实两个组合都是跑赢赢赴基金 其实上一季的赢赴基金只是升了6.9% 所以很明显你看到最近用这个策略 似乎表现也是很理想 第二季的投资名单 最近仍然是有几个 最近都是在维持强势 到第三季这份名单 有没有什么调整改动呢 我们用了我们的系统去做一个策略 一样用回刚才那个策略 去策略一些恒生中核指数 成分股里面的一些强势股 我们策略了之后 这些就是第三季的强势股名单 有部份是第二季都在 比如吉利这些还在 有部份有些新加进去 投资者可以参考这个组合的成分股 而去做一个深历的研究 看看它的投资价值有多大 谢谢Eric的分析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